各位觀眾親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四月十四日的婚姻新聞 總統蔡英文 今天來跟郭北坐五婚子車 在郭北投降提出婚姻館政府對著前瞻計劃的規劃 管理理金融也提出投降替德的建設 以及七十八加三在林藏区和在地生涯区等四大建設的訴求 蔡總統也表示對著婚姻的規劃 中央十對市 帶你支持 蔡英文 請出體驗十五婚子車的储幣 仍然在郭北投降提出婚姻的建設訴求 管理理金融會中就提出婚姻的四大建設計劃 蔡英文對出表示 這次婚姻的計劃有的已經在前瞻計劃舉行 另外可以在後續檢討哪個計劃 這些是在林藏医生辦理 事實上剛才縣政府所報告的幾個計劃裡面 我仔細聽了一下 事實上有些已經是納入我們的前瞻計劃 有些在後續的作業裡面是可以納入的 有些作業則是需要進一步的評估 我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不是沒有納入這一次的特別預算 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還有年度的預算 在婚姻的四大建設計劃中 蔡英文對通修鐵路的建設最有趣 因為這樣連結高鐵的鐵路計劃 對婚姻未來的觀光發展 將有很大的幫助 高鐵是最快的鐵路運輸 但是糖鐵是最慢火 最有文化深度的交通工具 我剛才坐的五分車 我感覺坐在上面 站得比坐得舒服 但是它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我也希望將來有更多的台灣人 可以來體驗一下這個五分車的魅力 那我相信這種快捷跟慢火的組合 可以成為雲林觀光發展最大的魅力 蔡英文會長和強調 這支中央所推動的前瞻計劃 主要是要發展社鄉的區域平行 不是在大都市的建設做重點 那麼區域均衡 一直是我們執政以來推動的政策方向 一個國家發展的好不好 看的不是只是都市的建設 更重要的城鄉之間的均衡發展 因為這項前瞻計畫 有關雲林的補助並沒有責 但是創意問表示 中央有很多雲林人 會替故鄉尊助好利 所以雲林人不用太擔心 記者以兵委 蔡安保德